可场艰难拿到首胜后,沙东西王南兰终于迎来主场首秀,10月26日,沙东西王南兰坐镇主场对阵八一队,本场比赛队长无科加商与付出。 这对沙东南兰的内线是个提升,从实力对比看,沙东南兰优势明显,八一队开局两连百,后还发生主赛与球员的言语冲突。 面对实力较弱的对手,沙东南兰不容有失,全力拿到主场首胜。 按照赛程安排,沙东南兰开局两连课,两场比赛沙东南兰一胜一负,打得都很艰难。 新赛季阵容大幅度调整后,沙东南兰有一个磨合期,幸好老将些人都有着不错的发挥。 全队逐渐进入节奏,各场击败吉林,双外员莫泰尤纳斯和古德洛克,联手拿到65分,成为营球的关键。 第五登场的张静鹏和朱镕镇都拿到12分,成为骑兵,赐一主场对战81,沙东南兰队长吴克商欲付出。 他的回归让沙东南兰的内线实力提升,吴克、贾成、陶汉林还有朱镕镇,都可以成为莫泰尤纳斯的帮手。 对战81,外员的出场时间会受到限制,这也就要求更多本土球员站出来得分,为球队提供足够多的火力。 前两场比赛,表现最出色的本土球员是欣元吴南,他场局拿到11分,内外线都有稳定的贡献。 本场比赛将是吴南在山东主场的首秀,他的发挥值得关注。 外员方面,莫泰尤纳斯还是主打,他在场上有稳定的发挥,是山东南兰的内线支柱。 古德洛克在上一场虽然命中了7个三分球,拿到29分,但他的整体发挥还不够稳定,尤其是助攻方面,两场比赛只有三次助攻。 多少有些尴尬,有消息显示,山东南兰联系了上赛季的外员劳森,双方存在重新联手的可能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古德洛克也会感受到压力。 这场比赛面对八一,也是他的救赎机会。 对手方面,八一队开局两拳板,首场四分西败上海,第二场39分惨败福建。 比赛中,主教练王志志和主力许忠豪,还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。 虽然许忠豪在后否认冲突,只是向王志志表示,自己还能打。 但从八一的处境看,王志志的上任依然无法改变球队的窘境。 八一队的本土球员实力没有明显提升,想要在CBA取得好成绩,太难。 需要指出的是,按照新赛季的新赛制,山东与八一分在一组,本赛季两队将有四次交手。 这对山东南篮来说也是个好消息,面对八一的第一场比赛,山东南篮主场必须要拿到胜利。 这样才能掌握主动权,为未来的三场比赛,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。